哈喽大家好我是雷哥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个玩者荣耀游戏视频 然后本期视频素材都是由网友提供的 然后我们来看先看这个孙上香武杀 孙上香武杀还是由那个 对方的哪吒是吧 千里过来送轮头 这边我们先看看这边收割四杀 这边都大家都围在主宰这边 准备应该是抢主宰吧 主宰是最容易引起团战的地方 然后这边一个大招 女巫一个大招跳过来 孙上香应该是在里头 应该有那个专周开个大招 所以说就是孙上香没有被弹起来 这边把女巫鸡杀之后 这还剩下一个 这边哪吒是千里过来飞过来 最后一刻时刻飞过来 然后这边就直接给那个孙上香收割了五杀 然后孙上香直接往中路强推 这边就直接赢了 这局还是打得比较六 孙上香那个特别是哪吒 闷闷的一个人飞过来 送了孙上香一个五杀 然后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一位玩友提供的一段手 这个玩友运的是孙悟空 孙悟空也是五杀 五杀收割也是五杀六 先收割了李白 这边又一个那个白地守约 花木兰 花木兰之后剩下公本 还有对方的孙悟空 这些都是一半一半敲 敲一半非常爽 这猴子的暴击非常爆 这个收割的五杀非常爽 然后到这个位置回程 好吧 那我们本期就到这里 大家先让欢迎大家 记得关注我的视频 关注公众号 一个结束 如果大家有什么精彩视频 也可以投稿到公众号 一个结束或者Q邮箱 那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